大家好,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男主面相的案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经常讲爱笑的人 对运势有一个好的作用 但是男主却有点相反的一种态势 那么一笑露出了整个面相的 真的一个面目 一笑鱼尾纹乍裂 嘴唇薄一笑出现歪斜 薄过一笑的话 法灵纹出现身长入口 藤蛇入口 那么眉毛眉尾也散 这是几个特点 首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鱼尾纹是夫妻宫所在 那么鱼尾纹出现炸裂 侵扰的夫妻宫 就容易在感情当中见动荡 而且眼神歪斜 游富色相 重情欲 损福报 容易在感情当中出现烂情的情况 甚至容易昏内出轨 这个是鱼尾纹夫妻宫出现这种侵扰 这个眼尾呢 这个眉尾呢 也是比较散乱 眉尾散的人呢 是辞出为彩霞代表感情 眉尾散不但是耗财啊 而且呢 容易感情出现动荡 那么容易 往往是容易感情啊 这个在婚姻感情方面呢 花费的钱财比较多 也耗费精力啊 容易损耗福报 另外我们提到这个法令文深的人呢 啊 法令文深的人呢 这个对权力的欲望啊 包括全股高龙 对权力的欲望啊 是比较强烈的 比较喜欢追逐金钱 名利啊 美女啊 容易沉迷物欲 损耗福报 法令文常的人呢 虽然这个颇具威严和气场啊 但是呢 这个法令文绕口啊 这个腾蛇入口啊 容易犯口舌是非 再加上这个唇薄啊 唇歪邪啊 这种人呢 极容易言语当中呢 有一些这个过于的自负和高傲啊 容易漏锋芒犯小人啊 犯口舌是非 包括从耳朵也可以 耳朵是轮飞扩反啊 耳扩啊 这个耳轮都包不住啊 耳轮是代表周遭的环境 包括的一些啊 这个整个的一个外部的一种条件的约束啊 如果是说这个耳扩太反 耳轮包不住 就容易出现这种啊 这过于自我啊 过于这个自负啊 或者是比较漏锋芒啊 甚至在青年时期呢 很叛逆的这种情况啊 这个是耳扩反啊 所以就容易形成这种犯口舌是非的情况 这是几个比较明显 面向当中明显的一个缺陷啊 缺陷 包括这个印堂呢 也有一些个质干扰 所以说这个是在印对印堂来讲 是命宫所在啊 如果是印堂有一些毛发啊 没没头亲印堂 没头待见 个性很急躁 而且呢 有一些欲速不达啊 这个印堂不够开阔啊 容易出现这种思维格局打不开 比较偏死板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感觉啊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容易出现耗散 这是整个面向的一个缺点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优点啊 优点是整个毛发还是比较茂盛 毛发茂盛的人呢 对于男性来讲是阴阳得配 阴阳得配 男子的一些阳刚之气还是有啊 还是有 包括整个 这个额头呢 还是比较高了 人很聪明啊 并且呢 有M字额头的趋势啊 这个M字额头人呢 逻辑分析能力还是比较强啊 这个人很聪明 早年还是聪明好学啊 早年运势还是不错啊 能详祖运的庇护 只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 刚才讲到的这个鼻运啊 鼻呢 对男人来讲是事业工也是财不工啊 如果是鼻啊 这个比较 这个饱满 鼻头有肉啊 鼻梁呢 这个粗厚不见骨 那么财运还是不错的啊 能见财 包括整个鼻子呢 在整个五官当中呢 是最为干净的 少致和一些疤痕的干扰啊 所以说在财运方面表现还是不错 鼻全得配 而中年 这个进入事业的时候呢 这个在中年的话 能够有所成绩啊 在事业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包括下巴也是 下巴兜啊 这个夏亭也不弱 下巴 此处为成江之处啊 能够承载一生啊 辛苦积累下的财运啊 这个晚年财库 丰能晚年无忧啊 这是面相当中的优点啊 只是要这个切勿沉迷情欲 损耗福报啊 再好的面相 如果是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不但损伤身体 也是损伤钱财和人生的整个运势啊 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好了 面相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空口 可以看视频 做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